舔干净 柳如烟指着斜面上的泥点 十分轻蔑地看着我 面对这样的羞辱 我强忍着恶心 在众人讥讽的目光中跪趴在地上 伸出舌头 柳如烟一脚踢在我脸上 鼻血滴在地上 他嫌恶地向后躲一步 还是什么哈佛的博士呢 和狗一样 他的跟班们肆意嘲笑着 说我是想吃软饭的卑贱凤凰男 让我赶紧去死 其实没人比我更讨厌柳如烟 之所以留在他身边 只是因为我签了协议 十几天后 我就能彻底自由 富丽堂皇的酒店里 柳如烟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高定礼服 被他的狐朋狗友们让到主座上坐定 每个人都急尽自己所能地对着他恭维奉承 不愧是柳家大小姐 举手投足之间都能看出不一样的气质 如烟今天真美 要是让那些男人看到 一个个眼睛都要直了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举起酒杯 一把搂住柳如烟的肩膀 十分暧昧地摸缩着 他露出一口因常年吸烟发黄的牙 猥琐地笑着说道 如烟 要不是因为你过生日 我也不会在这里砸这么多钱 升级成至尊VIP 包下这个顶楼 怎么样 对你够好吧 今天的一切活动都由我买单 你们放心吃喝 就当我买如烟一笑了 众人的欢呼声中 柳如烟娇称地看了王刚一眼 不懈地说道 我们柳家也不缺这点钱 再说 要不是你请我来过生日 我才不出门呢 像是为了炫耀自己权力有多大 柳如烟扫尸一圈 最终将视线锁定在我身上 勾勾手指 灵异 爬过来 是 我面无表情地答应一声 十分熟练地跪在地上 手脚并用 摆到他的面前 把头抬起来 我微微仰头 脸上 自始至终没有什么不快的表情 哗啦啦 一大杯红酒浇下 我的眼前一片血红 粘稠的酒液充斥着呼吸道 我忍不住呛咳起来 接着 柳如烟一用力 酒杯在我额头蹦裂 细碎的玻璃扎刺进伤口 鲜血顺着被割开的皮肉 缓缓流下 和红酒混合在一起 借着落地窗的反光 我看到自己此刻的形象非常狼狈 柳如烟哈哈大笑起来 伸手在我脸上拍了两下 滚开吧 我深吸一口气 平息着心中的怒火 小声说道 是 我像往常一样 熟练地起身 快步退后 转身走进了洗手间内 脸色没有任何改变 因为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柳如烟的这些行为 整整两年了 这期间 我经历过的惨痛折磨 远比被酒杯砸伤额头重得多 站在洗漱台前 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刺进皮肉的玻璃碎屑 清洗干净 整理好衣服 我再次推门回到大厅中 一道道不怀好意的声音响起 柳如烟 这个变态死狗居然还没被你打跑 这时又想来跪舔了 好狗狗 叫一声给你一万 让哥听听 众人哄笑着 肆意地嘲讽我 我直接无视了他们的挑衅 沉默地走到柳如烟旁边 恭声提示 柳总 已经到了回家时间 柳家老爷的意思是 让您今天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柳如烟十分不耐烦地 把一块蛋糕拍在我身上 你只不过是我的一条狗而已 还敢搬出我爸威胁我 我低头 避开他灵力的目光 柳如烟拿过放在一旁的包 随意翻找着 将一张卡片扔在地上 老娘偏不听你的话 我要和朋友去赛车玩 你用这张卡租个场地 敢告密试试看 我抿拎嘴 蹲下来捡起卡片 推门离开 柳如烟举办生日宴会的地点 是市中心的高楼 而赛车的场地 则在郊区 我开车过去 刚和老板预约好 柳如烟的电话催命一样响起 好了没 一只狗也要我等你吗 我赶紧回答 赛场地址已经发到您的手机上了 我现在就在大门前 柳如烟一言不发挂断电话 我匆匆赶到他们赛车的现场 两个小时后 终于等来了柳如烟 他下车后 左拥又抱了好几个男人 嘻嘻哈哈地来到我面前 这些人 我刚刚在生日宴会上见过 是王刚叫来专门陪客的鸭子 他们挑衅地看着我 鼻孔朝天 哼笑一声 刘总真是有本事 能把男人训得和狗一样 乖乖等着 比我们楼下的土狗都忠心 柳如烟得意洋洋地甩甩头发 甩了我一个白眼 这种下贱的杂种 连我家的品种狗都不如 我才懒得理 况且他自己也清楚 要不是我大发善心收留他 就是想当狗 也没别人要 一群人嘲讽着 撞开我走进赛车场 油门嗡鸣声 此起彼伏 尖锐的轮胎摩擦声 震得人耳朵生疼 就在这时 柳如烟大声叫着我的名字 灵异 滚过来 他坐在副驾驶上 等我跑到近处 一个手提包扔在脸上 你就在大门口待着 不许去别的地方 随叫随到 如果明天我在我爸那里 听到任何关于今晚的消息 要你好看 眼看他要走 我着急地喊起来 但我 话都没说完 车子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 飞驰出去 柳如烟尖键的声音隐约可闻 别找借口 独留我一人仓皇地站在原地 被工作人员拖下赛道 但我不能留在这里 陪柳如烟浪费时间 因为 我的弟弟还在医院 等着我回去 况且 明天白天 柳氏集团还有一场 十分重要的大会要召开 我得准备材料 在这里待一晚 根本不现实 柳家老爷如果知道柳如烟的命令 恐怕也会暴跳如雷 他只是个不学无数的附加千金 柳氏集团能有今天 全靠我两年来 无微不至的帮扶 这才是我和柳家约定的协议 柳如烟的父亲 柳国强 花了一千万 买我对柳如烟的绝对忠心 当初签订这份协议 是因为我年幼的弟弟 查出脑部疾病 急需用钱 但天不遂人愿 虽然勉强凑够钱做了手术 可手术时发生意外 弟弟变成植物人 从那天开始 我尽自己所能照顾他 只要能让弟弟醒来 再多的委屈对我而言都无所谓 这两年来 我对柳如烟鞠躬尽瘁 任谁都说不出半句不好 只剩最后半个月 我与柳如烟就此别过了 我没有半分犹豫 直接把柳如烟的包 塞给一旁的工作人员 驱车赶往医院 二 我风尘仆仆地走进看护病房 护士将我拉到一旁 林先生 我理解您对工作投入的热情 但孩子的病情比较严重 最好还是多抽点时间 来陪陪他 找人陪护 对方不一定尽心尽力 听到这里 我心下明了 恐怕是护工 没有对弟弟尽心尽职 毕竟一个深度昏迷的 植物孩童 不会和家属告状 我点头致谢 推门走进房间 弟弟 对不起 哥哥以后一定尽早赶来 我尽可能温柔地 搬动着弟弟的身体 帮他活动手脚 看着背部那些褥窗 我心疼得闭了闭眼 又是这样 我工作忙起来 凌晨才能回到病房 久而久之 那些照顾弟弟的护工 开始偷懒 任由他躺在潮湿的被踏肩 捂出一身灾病 我用温水帮弟弟清理 干净身体后 缩在病房内 那个矮小的沙发上 沉沉睡去 太阳冒出地平线的时候 我已经踏上了去往公司的路 这几年 公司的所有会议 都有我亲自安排 昨天 柳如烟还在酒店 和朋友喝酒的时候 我已经把今天的会议内容 全部整理好了 虽然柳如烟 才是柳氏集团的董事长 但自从他爸退任后 他从没上过一天班 只是给我关了个秘书的头衔 让我替他做各项决定 因此 我其实才是那个 隐身在董事长身后的实权者 掌管着这间公司的命脉 可我对这虚幻的权利 没兴趣 365天 我每天都兢兢业业工作 从不因为自己 由柳家撑腰而霸凌别人 认真听取所有人的意见 柳氏集团发展得再好 和我这个 一协一办事的人也没关系 况且 柳夫在我危难之际 出手相助 我理应首约 开会前我看了一眼表 九点半 柳如烟封完一夜 现在差不多是 醒来的时间了 我把手机静音 开始主持会议 开始不到十分钟 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响起 是前台小妹 林立叔在马 柳总让您立刻给他回电话 我有点抱歉地拘了一躬 从兜里掏出手机 抱歉 柳总有事找我 耽搁大家五分钟时间 我快步走到走廊 接通电话 柳如烟尖尖锐的嗓音直冲云霄 林逸 你这个贱货 听不懂人话吗 老娘让你在门外等着 你居然敢擅自离开 想死吗 我淡定地回答 柳总 今天上午有股东大会 我现在正在主持会议 柳如烟卡壳了一秒 随后更为粗鄙的辱骂传来 死狗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 赶紧滚回来接我 半小时不到 我就找人打断你的腿 扔到垃圾场去 废物 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把手机拿远些 尽量无视这些乌言会语 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 我一定完成您的要求 请稍等 挂了电话之后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些富家子弟表面对柳如烟 极尽吹捧 不过是因为她是柳氏集团 现任董事长 被这些等着分食 自己价值的人追捧 也只有柳如烟这种蠢货 才会真情实感 把他们当成朋友 我开车前往赛车场 路上 看着红灯倒计时 我摸摸下巴 协议马上到期 我得赶紧规划一下 自己未来的路怎么走了 紧赶慢赶 我终于在柳如烟规定的时间内 来到了城郊的赛车场 看到我 柳如烟一把推开 刚刚还有说有效的同伴 红着眼冲到我面前 举起尖锐的高跟鞋 发泄式的拼命在我头上 肩上用力砸着 砰 砰 鞋跟砸在肉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被打得眼冒惊心 连日的疲劳加上各种虐待 差点直接晕厥 好在柳如烟打两下就累了 气哼哼地扔掉鞋子 一屁股坐进副驾驶 赶紧滚过去开车 我要回家洗澡 见我默默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你聋了还是死了 听不到老娘说话 再不过来开车 我用刀捅你 直到这阵疼痛消失 我才扶着车身 慢慢走回驾驶侧 柳如烟愤怒地瞪着我 我从车后的保温箱中 拿出湿巾供他使用 趁这个时间 我发动汽车 我们一路向着柳家的房子驶去 柳家不愧是资金雄厚的看牌企业 柳父子退休后 给自己置办的住所 看起来气派辉煌 远不是其他企业家 所能比拟的 柳家买下市中心 寸土寸金的一块土地 精巧别致的假山园林 都快见到马路上去了 柳如烟 一定是早就和管家打好招呼 我们开车进来的时候 他正站在门口 一脸恭敬地迎接 见到这一幕 柳如烟又不留余力地 讽刺了我一顿 一进家门 柳如烟飞扑到一个 花白头发的老人怀里 开始撒着娇告起状来 他篡改事实 不仅没提自己和花花公子们 一起去飙车的事 反而把一切怪罪到我身上 说生日宴还没结束 我就不知所踪 害得他只能到闺蜜家 暂住一晚 那个身形高大 不怒自威的老人 耐心听着 阴沟一般锐利的目光 在我身上扫视起来 听完整件事的过程后 老人拍了拍柳如烟的肩膀 好了 女儿 去收拾一下休息吧 柳如烟却不依不饶 抱着老人 十分不满地嘟起嘴巴 爸 为什么非要让这个家伙 出现在我周围 他根本就是一个 只会花咱们家钱的废物 赶走他不行吗 讨论到我的价值 一直笑眯眯的和善老人 脸色一变 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 不行 灵异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留在你身边大有益处 何况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 我怎么会安排人 时时刻刻跟着你 三 柳夫很坚决 眼看没办法继续讨价还价 柳如烟善善住口 离开前 他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我 别以为给我爸洗脑 我就必须听你的话 一只死狗而已 砰 柳如烟摔上门 柳夫对我招招手 坐吧 灵异 我跟着柳夫一起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看着我额头和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 柳夫无奈地摇了摇头 缓缓开口 灵异啊 你很不容易 我都看在眼里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 现在的你 应该会有很高的成就吧 我内心毫无波澜 听到柳夫的话 默默一低头 柳先生 您谬赞了 无论当时情况如何 我最终都会同意协议 为柳家鞠躬尽瘁 柳夫一语道破 那是因为你弟弟急需用钱治病 我现在想起当时的种种 仍觉得有些对不住你 虽然我知道 如烟一直是个多事的孩子 但听到那个消息 我也 觉察到柳夫似乎想打感情牌 我赶紧开口阻止他接下来的话 这都已经过去了 柳先生 您没必要再提 协议只剩下最后十几天 我可不想这时候节外生枝 不是人的日子 我过够了 柳夫张了张嘴 最终 还是选择略过这个话题 他捧起茶杯 协议马上要到期了 那之后 无论你想干什么 我都会尽我所能帮你解决问题 不过 见他话里有话 我抬头和柳夫对视 不过 你给如烟当了这么久的管家 已经到最后时刻 也应该教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了 否则 你这么快离开 对如烟而言是个巨大的打击 我沉默了 柳夫对柳如烟的溺爱 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程度 我搬出一直说的那句话 我一定会对柳小姐尽心尽力 请您放心 转身离开时 我没有再鞠躬 作为被冤枉的人 此时 我没办法做到那么体面 坦然 我和柳如烟是同校校友 设有偷偷讲柳如烟玩的有多花的八卦时 我才知道这个名字 我与他 原本是完全没交集的两种人 毕业时 学校举行了酒会 柳如烟喝的烂醉 被几个外国人拽着 差点上了他们的车 看出柳如烟不愿意 我仗义出手 以男朋友身份为由 把柳如烟救了下来 送到附近的酒店 但第二天一早 却被连夜飞来的柳父 从宿舍抓到 暴打一顿 听说那晚 柳如烟不知为何 还是试了针 有那几个外国人作证 柳父理所当然 把一切怪罪在我头上 认为我借机玷污了他的女儿 扬言要把我送到监狱 还好我的舍友 提供了我昨晚在宿舍休息的证据 再加上大楼公寓的监控 洗清了我的嫌疑 而我弟当时第一次病发 如果我没有被柳父扣押 在酒店没收了所有的通讯设备 也许 现在弟弟就不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了 得知我急需用钱给弟弟做手术 柳父开出高价 要我签下卖身协议 以厉叔的身份陪在自己女儿身边 尽我所能照顾柳如烟 正巧 我是金融系毕业的高材生 对他们家族的商业也多有帮助 毕竟 柳如烟是通过什么手段 才进入这所高等学府 柳父最清楚 往事如幻灯片一般在眼前闪烁着 痛苦的过往 让我忍不住想要喝一杯酒 弟弟昏迷的这几年 对我而言 每一天都如在地狱 曾经的手下败将们 嘲笑着我是软饭男 是一只卑贱的狗 原本的朋友们 为了不被我的名声影响 也纷纷选择不再来往 至于我的亲戚们 则在得知我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宣布跟我断绝往来 人人都以认识我为耻 可我想弟弟活下去 住院 治疗 手术 每一个选择都需要 巨额资金做支撑 而我 没有负担这一切的能力 如果不是因为柳如烟 我不会错过 弟弟的最佳治疗事件 可签下协议后 柳家一直对弟弟的病情 十分上心 正因如此 哪怕是植物人 弟弟也有继续呼吸的权利 我对柳如烟深恶痛绝 但对柳父的这份恩 也不得不报 况且 压榨我价值的同时 柳家也为我提供了一个 与上层精英属实的机会 这样的资源 有些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 所以牺牲自己 换弟弟活下去 我从没后悔过 不好意思 先生 这里是暂停车位 没什么事的话 请您赶紧离开 一个交警敲敲车窗 温和地提示着 我回过神来 赶紧道歉 踩下油门 汇入车流中 是时候和这种生活告别了 四 最后的这段时间 我一边在柳氏集团 继续亲力亲为的工作 一边谨慎挑选潜在客户 为自己脱离这里做准备 对于柳父提议的 让我多辅助柳如烟 运营整个集团 教他怎么样当好董事长的建议 我只当没听到过 从一开始 协议里就说得明明白白 我做一个秘书该做的工作 至于指导柳如烟 那是老师的职责 我自问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不想认为都为自己 制造更多挫折 对于未来的发展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划 这两年 我一直在规划柳氏集团 有关新能源的板块 在大会上提过一次 只不过因为柳如烟 不是一个能拍板定论的好上司 所以整体工作推行起来 实在太过困难 只要我能组建属于自己的团队 从柳氏集团分出来之后 从源头开始竞争 绝对会保有优势 况且柳家虽说是商业巨头 但在新能源这一块 确实是短板 我相信 一旦我的规划问世 那些惠也识著的人 一定会为我投资 就在我恍神的功夫 贸易部门的负责人 王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林秘书 刘总刚刚给我打电话 说要撤销继续和祥林公司 达成下一阶段合作的合约 我有些意外地眨眨眼 为什么 祥林公司可是柳氏集团 现在最大的合作伙伴 一旦不再合作对于柳氏集团来说百害无利 王强面露难色 因为祥林公司在续约的时候提了新要求 我拿过文件仔细阅读起来 近几年 新能源的开发与应用逐渐成熟 原本无法行进的区域 也因为技术进步的推动成为最近选择 祥林公司为了转变新的模式 向柳氏集团提出变更资源利用的要求 把原本需要用钢铁等重金属材料制作的商品 改成更为新颖的新能源 和原来的产品相比 新能源技术耗时短 成本低 损耗小 是一本万利的选择 而节省下来的钱 则可以投资更先进的技术 业务量少说也能增加20% 更改产品的制作流程 本来是我接下来要在公司推行的决策 况且利润上涨 是很直观的投资成功的体现 柳如烟为什么不肯答应这个要求 我难以理解 王强迟疑地询问 林秘书 您看 我应该怎么答复祥林公司呢 我拿起手机 手指停在柳如烟的名片上 迟迟没有按下 柳氏集团 终究是他柳如烟的 走向什么方向 和我没有太大关系 我对王强挥挥手 刘总既然已经下了决断 就按他的意思去回复吧 我把文件重新送到王强手里 对方接过去后 却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有些不解地说道 但柳总的决定是 终止和祥林公司继续合作 那我们岂不是要失去 这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了 要知道 在我还艰难提出一题的时候 有些勇于吃蟹的公司 早就打通了相关的技术 祥林公司完全可以选择 和他们合作 我柔柔眉心 语气不容置疑 这是柳如烟亲自下的命令 身为公司员工 我们应该和董事长齐心协力 以前 柳如烟做出任何不合理的选择后 我都会第一时间弥补善后 因此 这是柳如烟第一个 为加我任何干涉 就实施的决定 王强的目光有些失望 可能他没想到 这才是他们刘总真正的实力 不过他没有在争论 转身飞快离开了办公室 我开始着手交接各项工作 整理出来才发现 原来我一人负责了这么多冗杂的任务 怪不得总觉得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 好容易写完一份材料 我起身到楼下超市买了个面包 准备填饱肚子 刚啃了一口 手机突然传来刺耳的声响 这是我给柳如烟特地设置的铃声 一接起来 柳如烟傲慢的声音传来 林毅 给你15分钟 立刻滚到我面前来 我饥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听出他似乎语气不太对 柳总 你是不是喝醉了 柳如烟特别暴躁地甩了一句 要你管 老娘说什么你听不懂吗 差一秒到我都打死你 说完 他飞快切断电话 发过来一个地址 我买了一瓶凉水 大口将面包塞到嘴里 用水强行灌下 扶着胃 点开地图跟随指引 一路开车前往目的地 走到近处才发现 这里是最近很火的一家酒吧 我皱了皱眉 怎么又是喝酒的地方 柳如烟从我认识他开始 几乎每天都在和人 跑到各种地方拼酒 因为酒 他时常病痛 达不起精神应付公司的工作 因为酒 他毁了我的人生 可柳妇就是不管他 也许 这就是豪门人家 对于女儿的宠爱吧 呜 二十来分钟后 我终于停下车 一路狂奔着跑到了包厢内 我一眼望去 只醉精迷的房间里 闪过一个个 看起来十分眼熟的身影 似乎都是读大学 本科时候的同学 难道今天是什么同学聚会吗 就在这时 有个人哈哈大笑着说道 没想到和绵绵说的 居然是真的 这家伙真的随叫随到啊 哎呀 这不是当年号称清冷学霸的林毅吗 怎么现在也开始和我们这群男人一样 对女人感兴趣了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细草也得吃饭啊 我们林毅做错了什么 不就是勇敢地追求真爱吗 忽然 有个高大的身影站起来 冲我用力挥挥手 林毅 别理他们 过来坐在我旁边 此人正是当时和我一个班的学习委员 周洛洛 虽然他读书的时候 有些爱占小便宜的毛病 但很尊重有本事的人 对次次考第一的我还算不错 我正准备过去 柳如烟不耐烦地 用玻璃杯磕了一下桌檐 林毅 谁允许你过去坐下了 滚到旁边站着去 我面色如常 毕恭毕敬的一鞠躬 是 刘总 于是整个房间里 只有我一人呆呆地站在柳如烟身后 好像一个随叫随到的服务员 即使如此 柳如烟还是不满意 他朝身后指了指 挡住我和别人说话的视线了 去后面 我依旧没什么反应 转身离开 整个过程中 其他人都不敢说话 只是默默地看着我 周洛洛忽然开口说道 所以说啊 就算学习再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要给刘总打工 周洛洛的本意 是想恭维一下柳如烟 可惜拍到马屁股上了 柳如烟刻薄地说道 我的公司太烂 也不缺扫地工 这种贱人来了也白干 任超看了看柳如烟的脸色 赶紧说道 那灵一可真见 不会是喜欢刘总吧 不然怎么赖着不走 众人哈哈大笑 看着我的眼神中写满了不屑 这群蝼蚁从来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居然能羞辱 曾经怎么努力都追不上的人 他们为了凸显自己的忧郁 卖力挖扩着我 学位好才能卖得高 赶紧找个好女人嫁了吧 他还捂肚子 不会是为不好吧 真是个只能吃软饭的凤凰男啊 我忍耐片刻 低头对柳如烟说道 柳总 没什么事 我先回公司处理工作了 柳如烟此时却饶有兴趣地 冲我招招手 想走 没门 老娘今天高兴 白送你尝尝我们开的顶级奢酒 他指了指面前的酒杯 满满三大杯烈性酒 出现在我眼前 自从出了柳如烟的事 我深以为戒 几乎滴酒不沾 现在一口气喝进去 估计会伤身 我捂住自己的肚子 柳总 不好意思 我今天胃不舒服 一个熟悉的面孔突然出现 当初和我一个客体组的同学 周涛 他不怀好意地笑着说道 我们都懂 胃不好所以爱吃软饭 哈哈哈哈 其他人笑起来 他一直跟我不对付 看到我这么落魄 怎么不赶紧再踩一脚 来来来 大家看着 周涛卖力地吆喝起来 从身后拿出一个钱包 抽出一张卡 既然咱们的天才灵异想要钱 我得鼎力相助 这样 三杯酒都喝了 这张卡就归你 里面还有五万左右 听到他的话 几个人开始奉承周涛实力抄群 周涛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如果他有根尾巴 此刻估计已经翘上天了 喝啊 灵异 还等什么 我抬头看向柳如烟 对方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看来 这酒不喝不行了 我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热辣的液体穿过石道 为顿时抽筒起来 我捂着肚子 忍不住攻起身 还表演呢 柳如烟 你的狗还挺听话啊 好 就按我刚刚说的 这张卡买你卖力的演出了 周涛把卡片狠狠地摔在我脸上 我一阵头晕目眩 跌坐在地 柳如烟不耐烦地说道 矫情什么 给我爬起来 我感觉胃部一阵抽搐 恐怕再多待一会 会吐出来 一边干呕 一边飞快 向着厕所跑去 身后传来人超 肆意地嘲笑 和柳如烟严厉的斥责 但此时 我已顾不上其他 用力推开隔间的门 酸臭的液体奔涌而出 我吐得昏天黑地 意识模糊 不知过了多久 我亮亮呛呛地走出厕所 因体力不支 跪坐在地上 耳边突然想起一道 惊讶的女生 灵异 你怎么在这里 我努力眯起眼睛 打亮来人 只见一张漂亮的面孔 凑了过来 但我完全想不起来 她是谁 感觉自己被人 浮起来的同时 我昏了过去 六 我在陌生的环境醒来 一个妙慢的身材 晃到眼前 看我睁眼 惊喜地说道 灵异 你醒了 我仔细辨认一番 忽然想起 这是读大学时 最不起眼的同学 和绵绵 当时 她穿着落伍的衣服 梳着学生头 被那些男生戏称为 丑女林无敌 如今 她看起来 却像富家千金那样 优雅 高贵 和绵绵把一杯热水 塞进我手里 昨晚喝醉了吧 赶紧醒醒酒 我咳嗽了一声 饭局 不得不喝 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我和和绵绵关系很好 可毕业后 因为我要为弟弟的病情分波 慢慢断了联系 我好奇地询问 你这几年去哪里了 和绵绵温柔地 把耳边的碎发噎起来 我在国外读书 不久前才回来 昨晚正好去和姐妹聚会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打扰你的好心情了 和绵绵称怪地看着我 是啊 你该感谢我 要不是我把你接回家 你可要在路上睡觉啊 很长时间没联系 可我们之间的聊天并不客套 我们相谈甚欢 一眨眼 已经到了凌晨 我赶紧告别 明天一早还要上班 我先告辞了 和绵绵愣了一下 你喝成这样 公司居然不准假 我摇摇头 按柳如烟的脾气 今晚我没有听她的话 私自离开 明天无论如何 她都会想尽办法羞辱我 这几年都是这样 直到我筋疲力竭 像只狗一样跪地起时 她才罢休 我转身向门外走去 身后 和绵绵突然开口 一定要试试都听柳如烟的话吗 我惊讶地回头 你怎么知道 和绵绵目光灼灼 眼神直勾勾盯着我 你的事 我都知道 你这么不留余力地帮助柳家 是因为想给弟弟治病吧 我有些震惊 弟弟得病的事 除了柳父 无人在意过 可和绵绵明明刚回国 怎么好像一直在关注我的动态 但和绵绵没说什么 只是摇摇头 告诉我保重身体 以后再说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转身离开 离工作时间只剩三小时 再不睡觉 我怕会猝死 第二天一早 我踩着点走进大楼 柳如烟尖锐的嗓门响起 林毅 你个贱人 昨晚去哪了 众人的目光 立刻聚集到我身上来 令我非常不适 我尽可能用平静的语气回答 刘总 昨晚我喝太多晕过去了 柳如烟双手插腰 一副不幸的样子 晕倒了 那为什么后来消失 不知道回来继续喝吗 他人的目光如刀一般搁在我身上 我只觉呼吸不畅 刘总 这种私事可以在非工作时间商谈 柳如烟不屑地皱眉 我跟你没有私情 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我爸非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我 受不了越来越过分的柳如烟 我出声强势打断他 刘总 我被聘用成为你的秘书 不是为了喝酒 说完 我转身离开 无视柳如烟暴躁地咆哮 进办公室去给几家和我约见的公司回话 自从我放出自己可能离开的消息 许多与柳氏集团合约快到期的客户主动联系我 甘愿和我一起走 今天下午我要见的 就是其中一家 虽然发展规模不大 好在对方看中我的价值 可以作为我事业起步的基础 正在埋头整理资料 柳如烟突然推门闯入 一进门 他把我桌上所有的文件推到地上 像支斗鸡一样开始发飙 林毅 你以为自己很牛是吗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被开除了 我不卑不亢地抬头看着他 刘总 我的聘用合同直到月末结束 这之前 您没有资格开除我 这个女人从来认为自己就应该被众星捧月 谁忤逆他 他都认为对方是挑衅 看不起他 根本不去想对方是不是有自己的难处 果然 听到我的话后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很差 你想用我爸对我施压 好啊 那我们看看你能不能熬到离职 说完 他从桌上抽出剪刀 发了风一般边踩边戳 把所有纸毁光了 你给我一张一张拼 拼不完不用干别的事 说完这句话 柳如烟昂着头 盛气凌人地走了 我一言不发 低头开始整理所有材料 赶到和何总约定的地点时 我已迟到整整五分钟 茶楼内 这次约谈的老总正进做品茶 我快步上前 低声道歉 不好意思 何总 我的工作耽搁了一段时间 男人笑了笑 十分大度地让我坐下 没事 我也刚来 你说说这次约见的内容吧 我将自己很快就会离开柳氏集团 准备开办新能源公司的事情 和盘托出 一个下午 我和何总相谈甚欢 基本敲定了合作的所有细节 只差着手实施 谈完正事后 他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 一道靓丽的身影出现 我转头和他对视 却发现这居然是何绵绵 他有些惊讶地说道 爸 你居然认识灵异 在何绵绵的解释下 何总得知我和何绵绵是大学同学 提议留下我一起吃晚饭 能拉近合作对象的距离 我自然不会拒绝 吃过晚饭 我陪着何绵绵在他家的后花园里散步 他穿着一件红绸长裙 头发随意地挽起 捧着一杯红酒 悠闲地哼着歌 柔和的月光 洒在他的侧脸 这场景 和那年我们一起走过校园长廊一般 别无二致 我都不知道 你居然是个隐藏的千金小姐 文言 和绵绵不高兴地嘟嘴 我和柳如烟那种人可不一样 不许称呼我这种凶大无脑的头衔 感觉到他心情不好 我赶紧岔开话题 你怎么知道我弟弟得病的事 和绵绵脚侠地眨眨眼 同学们都在议论你的事 我觉得奇怪 随便查了查就知道结果了 只是这样 我有点恍然 明明动动手指 就能知道 我为什么要对柳如烟一步一去 他却从来没想过这么做 柳如烟只认为 有钱的人 就应该踩在他人的尊严上 作为作福 至于那里苦衷 他从不过问 和和绵绵相比 柳如烟真是冷血的可怕 我郑重地说道 谢谢你不误会我 愿意去调查我的难题 和绵绵正正地看了我一会 突然开口 我听爸爸说 你准备自己开公司 嗯 我在柳氏集团打工了几年 如今想做自己的老板了 和绵绵笑了笑 伸出一根手指 那和我合作吧 我知道你需要启动资金 我会给你投资 到时候你做强做大 分我一杯羹就行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 也许命运真的在暗中眷顾 要我苦尽甘来 把和绵绵送到我身边 成为有力的支持 谈了谈对未来的畅想 我起身告辞 心里 却对和绵绵产生了淡淡的好感 七 第二天一早 我一走进公司 就被奇怪地目光注视着 直到走到办公室 我才明白为什么 门上 被柳如烟用红油漆 大大的涂上见狗二字 看着我到来 柳如烟细血地扔掉刷子 点了一支烟 挑衅地冲我呼出一口气 哦 你还知道来上班 东西我已经扔出来了 以后这间屋子是狗窝 如果是以前 我还会因为这份羞辱 感到愤怒 如今 感受过和绵绵的温暖 我已不屑于和柳如烟争论 从地上抱起装满文件的箱子 我走到走廊的长椅旁 开始工作 柳如烟见我没什么反应 特地派各部门的负责人 拿一些无意义的材料过来 让我审批 其实就是想让全公司看我出丑罢了 趁着柳如烟认为被围观 就能达到侮辱我的目的 没用其他方式折磨我 我抓紧时间 尽可能偷视柳氏集团的核心经营内容 见我不吵不闹 柳如烟还以为我被他制服 整日拎着酒瓶耀武扬威的 在我身边转圈 可惜我从没注意过他 协议到期的当天 我递交了辞呈 交接工作早已完成 现在只需要董事长签字就能离开 拿着那张纸 柳如烟对我极尽嘲讽 说我是受不了羞辱的软骨头 没有富贵命 他签下字的瞬间 我感觉肩上的千斤重担小时了 腰板也比以往硬挺有力 我看着交纵的柳如烟 冷冷地说道 柳如烟 我从今天开始彻底自由了 也许是我的语气太过冷漠 柳如烟争了一下 也是 他这样自诩高高在上的富家千斤 怎么会知道我付出了什么 才让柳家达到如今的境界 若不是由我善后 他又怎么能潇洒度日 现在 束缚着我的合约已经消失 我可以像一个有尊严的人那样 对柳如烟的任何要求说不了 从今天开始 我和柳家两不相欠了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彻底疯狂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这几年来我柳家供你吃喝 你居然敢说这话 我压根不想理他 直接拿着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 我命令你回来 柳如烟气得大吼 我这几年一直对他卑躬屈膝 他何曾见过我这么硬气的一面 我头也不回地说道 柳如烟 我在柳家的合约已经结束 从此你没有命令我的权利 柳如烟卡克了一下 随即飞快追上来 强行拖拽我的胳膊 好啊 灵异 你以为自己很有本事是吗 告诉你 没有我柳家 你就是个屁 我一抽手 差点把他掀在地上 请你自重 我灵异就算没本事 也不愿意继续在柳家工作 如果不是你们 我弟弟也不会出事 我的语气很严肃 心中压抑了两年的愤怒 急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 柳如烟亮腔半步 时宜地看着我 你弟弟不是得了病吗 关我什么事 我怒目而逝 我被你爸扣住的时候 我弟弟错过最佳手术的时间 这一切 不都是因为你喝多了吗 我怒吼出声 因为太过气愤 声线发抖 几近破音 柳如烟僵硬地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应答 早知道他会逃避 可我为了这么多日夜遭受的委屈 不得不吐露心声 我微审 转身离开 柳如烟紧追两步 突然 门前的马路上 传来一道尖锐的刹车声 我们一起望去 只见一条修长的腿 迈出跑车 一袭红裙 身披黑色皮衣的女子 缓缓现身 灵异 我来接你了 看清对方面孔后 柳如烟失声惊叫 怎么是你 估计柳如烟死都想不到 当初那个土豆被他公开嘲讽的牙套女 如今已经蜕变成了气质高雅的大美人 何绵绵饶有兴致地看了柳如烟一眼 眼底里满满的轻蔑 有什么问题吗 柳如烟的眼神不断在我和何绵绵中间来回晃动 似乎是想找出我们私下乱来的证据 和绵绵强势挤进我和柳如烟之间 居高临下地看着柳如烟 对我说道 灵异 既然已经和这里没关系了 我们就去干正经事吧 我知道她现在这副样子 是为了彻底打压柳如烟 帮我出口恶气 我立刻点头表示同意 抽身向外走 柳如烟不依不饶 甚至开始指挥保安把我拦下 贱人 柳家给你那么多好处 你这辈子都不能离开这里 她的话还没说完 和绵绵猛然伸手 狠狠给了柳如烟两个耳光 啪啪 用力之大 柳如烟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和绵绵冷冷地说道 林毅心软 我替她还你两个耳光 另外 刘女士 你应该也知道一些法吧 无缘无故扣押已经离职的员工 你以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吗 柳如烟的脸上映着清晰的巴掌 此时表情猙獰到可不 咬牙切齿地看着和绵绵怒骂 好你个和绵绵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今天的举动 她以为 自己威胁人的方法百事百灵 却没想过 当初我之所以不反抗 只是因为我和柳家签订了协议 和绵绵高傲地昂起头 不懈地耻笑出声 你的愤怒证明了你的无能 如果我是你 绝不会坐在地上 说这些假大空的话 哪怕用踢 用咬 也会让对方知道自己厉害 和绵绵眼中爆发出强盛的光芒 以柳如烟的微弱气势 怎么可能赢过 在柳如烟醉生梦死的时候 和绵绵正潜心钻研学术 一个九萌子和一个精英人士之间的差距 已经不言而喻 柳如烟被这番话羞辱 盛怒之下 他连滚带爬地站起来 抬手想打和绵绵 我见状 一个剑步上前 牢牢抓住他的胳膊 目光冷峻 柳如烟 别忘了这里还是柳氏集团 你身为董事长 注意一下个人形象吧 说完 我松开柳如烟 护着和绵绵离开大楼 身后 传来疯狗一般的吠叫 恶心的狗男女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坐上车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一眼柳如烟 她的表情很微妙 开车前往目的地的路上 和绵绵告诉我 她已经申请好了公司 名字就叫科隆能源 和绵绵说 她邀请了所有朋友 参加开业仪式 爸 仪式开始前的上午 我去车街和绵绵 一起赶往新公司现场 科隆能源由和绵绵出资 我参股 相当于一人一半 对于没有任何存款的我而言 这个条件 犹如天上掉馅饼一样丰厚 其实 以和绵绵的实力 她完全可以自己 开一家技术公司 聘若我当她的秘书 没必要用这种方式 让我拿这么高的利润 我想不通为什么 我们到达的时候 公司的门前 已经聚集了许多人 看着和绵绵下车 几个男人迫不及待地围上来 何总 恭喜你 早听说你要回国 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办公司 以后咱们要多多合作啊 和绵绵笑着和大家打招呼 顺便把我带到人前 谢谢大家的热情 这个公司是我和灵异 一起合办的 相信在场一些人 应该认识她 什么 是那个柳氏集团的灵异吗 何总好厉害 连这种人都能挖来 众人吃惊的目光 让我有点害羞 诸位谬赞了 刚说完 立刻有人大声说道 林总 您就不要谦虚了 我们都知道 如果柳氏集团 没有请您善后 早就不成样子了 不过刘总这次 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居然没继续任永宁啊 何总 有林总帮忙 看来科隆能源要节节高了 何绵绵笑着冲我眨眨眼 看来 你很受欢迎啊 开业仪式很快开始 现场其乐融融 就在何绵绵说结束词的时候 忽然 门外传来一道刺耳的刹车声 我们寻声看去 一辆红色跑车 正正好停在公司门口 我立刻认出 这是柳如荫的车 之前无数个日夜 都是我开着这辆车 依据柳如烟的命令到处跑 没有比我更熟悉这辆车的人了 紧接着 柳如烟从车上下来 俐落的黑色风衣 巨大墨镜遮脸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微笑 她看了看我 语气刻薄地说道 我还奇怪 林毅怎么这么轻易就离开 原来是迫不及待地回狗窝了 她高昂着头 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小姐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现场气氛降至冰点 众人沉默地看展柳如烟 毕竟她是柳氏集团的董事长 在场的人得罪不起 柳如烟继续说道 不过是捡了一条狗 和绵绵 你还得意起来了 恐怕你不知道 她之前是个多么可悲的贱人吧 柳如烟呵呵地笑着 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屑 但和绵绵不为所动 柳如烟 和你这样的人物无话可说 她的话立刻惹怒了柳如烟 不过是一个捡垃圾的家伙 自诩什么高解 眼看柳如烟已经羞辱到和绵绵头上 我脸色立刻冷了下来 被整整欺辱了两年 我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释怀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和绵绵已经抢先一步 走到柳如烟面前 柳如烟 我今天再告诉你一次 灵异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你是个无能的人 除了你 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灵异 你柳家早就被其他集团吞并了 而你不仅不敢恩戴德 还不断出言羞辱灵异 为欺负了一个优秀的人沾沾自喜 我懒得理你 请你立刻离开这里 和绵绵比柳如烟高 站在柳如烟面前欺识逼人 柳如烟忍不住向后退了半步 我试试开口 柳如烟 我们的协议已经到期 我和柳家没有任何瓜葛了 柳如烟怎么能甘心自己就这样落败 她咬牙想了几秒 不情不愿地开口 灵异 只要你回到柳家 我愿意给你双倍工资 我冷笑出声 你就是给我一个亿 我也绝不会再回去 用你千金小姐的名头 去掉一个愿意捧臭脚的人吧 我之前忍着你 是因为你爸和我的协议内容如此 而我为了救弟弟 别无他法 你明明调查一下就能知道 却执意认为 我是想靠着柳家吃软饭 何其可笑 我声音颤抖 这番话 潜藏在我心里已经整整两年 如今说出来 我只觉得胸口一阵疏爽 柳如烟似乎没想到 我心中憋着这么大的怒气 猛然听到我的怒吼 吓得一脚踩空 摔了个狗啃屎 纵使如此 她仍旧难以接受现实 咬牙说道 我愿意提高五倍 你跟我走 和绵绵直接一个巴掌打上去 听不懂话是吗 再不滚 我就让保安把你拖走 柳如烟狼狈收场 直到她离开 那些人才松了口气 柳氏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这么不明事理 在大厅广众之下羞辱别人 真是自大的可怕 如今的市场 可不是她柳如烟一人说了算 和绵绵一扭头 顺势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今天请各位来 是因为咱们都是 新能源相关的公司 日后互相可以帮助 我和绵绵今日承诺 只要解除 和柳氏集团有关的合约 我科隆能源 愿以六折的价格 接手后续工作 此话一出 不仅他人 连我都有些惊讶 新能源发展相比其他业务 薄利多销 哪怕只是一个小公司 一个月也有上千万件的产量 六折 简直和开业大筹兵 不要钱一样 但我明白 这是和绵绵 为了帮我在市场上找回尊严 于是我赶紧表态 我灵异作为股东之一 认可和绵绵的决定 从柳如烟企图羞辱和绵绵那一刻开始 我们之间的战争就已经打响了 与其被动应战 不如主动出击 由于我们决策快准狠 公司成立不久 就有很多公司拿着解除的订单来投诚 柳如烟得知我们的决策后 也开始采取回击行动 我们这边六折 他也一葫芦画瓢 宣布所有订单都六折 看着柳氏集团的新优惠政策 我差点笑出声 以我对柳氏集团的了解 他们的产业线耗费资金巨大 这个价格 每弹成一单都在赔本 柳如烟是在自取灭亡罢了 九 有了和绵绵的强势加入 我们公司很快运营起来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每天都有新的成交量 很快 原本定下一年的计划 已经完成大半 而我们和柳氏集团的较量 也次次取胜 这都要得益于柳氏集团 有个不学无数的董事长 即使柳家家大业大 有资本让柳如烟失措 但对于其他竞争对手而言 出出茅庐的柳如烟 仿佛一只待宰的羔羊 什么都不做 就已经让人垂涎欲低 我努力开阔版图 很快 科隆能源的合作份额 已经远超柳氏集团了 这期间 我和和绵绵无话不谈 工作交流之余 情感也在逐渐升温 但我没有趁虚而入的想法 或许只是因为频繁的交流 让我们对对方 产生了心心相细的念头 把工作和爱情混为一谈 这是职场大计 达成年度目标的当晚 和绵绵邀请我庆祝一下 优雅的西餐厅里 她端起香槟 和我庆祝 林毅 你说 我们现在算工作伙伴 还是朋友呢 我不剩酒力 模模糊糊地回应 当然是朋友了 那未来呢 我心里一惊 未来的事 谁都说不好 得到我的回答 和绵绵并不满意 她一口将杯中的液体喝掉 却被呛得咳嗽起来 我清醒了一些 看和绵绵还想继续倒酒 赶紧起身阻拦 别喝了 小心身体 和绵绵去一把推开我的手 别管我 我今天高兴 推嗓之间 和绵绵脚步不稳 落入我的怀抱 柔软的躯体让我浑身一震 既舍不得就这样松手 又不想让她误会 我再占便宜 正犹豫着 试者上前询问我 需不需要帮助 我抬头一看 才发现原来因为 和绵绵闹腾的动静 有点大 许多人已经投来了 不满的视线 我赶紧道歉 扶着和绵绵 慢慢走出餐厅 由于时间已经很晚 再回和绵绵家中 估计会打扰她父母休息 我想了想 干脆把和绵绵 带到我的住处 很难想象 这么一个娇小的女人 当时是怎么把我 拖回家中去的 直到把她抱到床上 和绵绵才有 悠悠转醒的迹象 我用湿毛巾 帮她擦了擦脸 这个过程中 和绵绵醒酒了 她一睁眼 看到不同于 以往的环境 吃了一惊 我在哪里 我柔声说道 你刚刚喝醉了 来不及回家 我带你来我的住所 将近一晚 和绵绵娇羞的 拉紧被子 随着她的这个举动 室内的气氛 陡然暧昧起来 那你准备睡在哪 我夜咽口水 我去外面的沙发上 凑合一夜 要是想喝水就叫我 正准备离开 和绵绵的声音 慢慢传来 灵异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我们曾经说过的话 我有些迷茫 和绵绵耐心提示道 我那时候又丑又胖 没人喜欢 有一次被男生捉弄 是你帮我摆脱他们 当时你还对我说 随着和绵绵的讲述 一些回忆逐渐浮现在脑海里 当时我对和绵绵说 不要担心 如果真的没有人喜欢你 我会跟你在一起 我刚说出口 和绵绵小声笑了起来 似乎仍旧醉着 她转过身去 用被子遮住头 没有回应我的话 我却有点尴尬 那本是不希望和绵绵 自暴自弃的鼓励之语 如今 可别让和绵绵误以为 我是趁人之危的小人啊 我沉默片刻 转身走出卧室 带上房门 躺在沙发上 眼前却一直闪现着 刚刚发生的一幕幕 今夜注定是个不眠夜 第二天一早 我被一阵急切地敲门声惊醒 灵异 快开门啊 是我 我知道你在家 快给我开门 杂乱无序的重击 和尖锐的呼喊 让人心生不爽 我眼珠和绵绵的房门 边打哈欠边开门 门外却站着一个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的人 柳如烟 我皱着眉 很不高兴地说道 你来干什么 然而 此刻柳如烟 却没有以往那幅 高高在上的模样 她色缩着肩膀 双眼通红 可怜巴巴地看着 灵异 我果然没信错 你愿意为我开门 我只觉得她有病 柳如烟 你又来搞什么鬼 上次你毁了我公司开业一事 那时我就已经跟你彻底没有任何瓜葛了 这几个月 柳如烟不留余力地用各种方式打压我们的公司发展 虽然她自己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决策 可当的脚屎棍只需要烧钱 这方面柳如烟可谓是天赋一饼 我真摸不清她现在出现在门前 究竟是新的套路 还是抽了什么疯 可这次 面对我的出言不逊 柳如烟竟然没有像以往那样震怒 她眼中含泪 双手拉紧衣领 喃喃着 灵异 我们从前根本不是这样的啊 可这副嘴脸 只会让我警惕 作偶 我懒得跟她废话 准备直接关上房门 柳如烟一把抓住门框 声音哀伤地说道 灵异 你不在公司的这几个月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也知道你说你对柳家付出的努力有多少 现在我只求你回来 柳家这么大很需要你 我暗骂一具神经病 想把她的手拉来 却被柳如烟狠狠抓住 怎么挣都挣不脱 松手 你的公司怎么样关我屁事 这是你不学无数的代价 柳如烟不依不饶 我知道 你一直喜欢我 所以处处为了我考虑 现在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 我惊呆了 柳小姐 你能别在我家门口发颠吗 我努力工作 是因为你爸强迫我签下协定 至于我对你的感情 我双手拽着柳如烟的胳膊 把她狠狠推离家门口 只有这样 我恨不得你现在就去死 如果没有你 我弟弟现在 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健康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趁我还没对你动手 赶紧滚 本以为 我的态度已经够明确 柳如烟应该知难而退 赶紧离开了 可她不仅没有悔改 甚至又向前一步 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我都明白 之前的我对你确实有点过分 伤了你的心 所以你现在用这种方式让我痛苦 这都不重要 你不会对我失望 对吗 你继续来做我的秘书吧 柳氏集团已经习惯有你存在了 是 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 才能骂醒柳如烟 就在这时 一阵相风袭来 林毅 发生什么了 怎么这么吵 和绵绵披着外衣 款款走来 柳如烟正好和和绵绵 四目相对 看清和绵绵身上披着的 正是我平时出门会穿的西装 柳如烟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 怎么是你 和绵绵也有点吃惊 柳如烟 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里 柳如烟的目光在我和和绵绵身上穿梭 手指颤抖 仿佛自己是来捉肩的正宫 难道 你们两个昨晚 我飞快拦在和绵绵面前 脸色冷峻 不好意思 我和和绵绵是什么关系 都轮不到你插手过问 而和绵绵此时也十分坚定地选择和我并肩而立 共同面对柳如烟 柳如烟这下彻底破防 楚楚可怜的面具碎裂 露出原本咄咄逼人的一面 和绵绵 你真是的贱人 而你 林毅 你会为了今天的选择后悔 我会让你痛苦万分 柳如烟一边咆哮着 一边踉跄后退 从她的举动来看 她似乎很难接受 我放着一个柳家大小姐不要 跑去和不知道哪里来的女人在一起 我飞快关上房门 一秒都没犹豫 身后和绵绵不高兴地冷哼一声 双手暴毙 说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 柳如烟为什么突然出现在门口 她说那些话究竟什么意思 听出她语气中带着思思醋意 我苦笑转摇摇头 可能柳大小姐的幻想正犯了 她一直觉得地球没有她就不转了 也许她信了那些流言 什么 我是为了当柳家的坠叙 才一直心甘情愿地为她付出 和绵绵挑了挑眉 手指点在我的胸口 眉眼之间流露出淡淡的介意 哦 你为她付出了很多 我握住她的手 微微一笑 没有为你付出的多 暧昧的情愫在我们之间弥漫 和绵绵倾咳一声 借口说要赶紧去工作 红着脸离开了 日子平稳有序地度过着 这天我正在公司整理开会资料 一阵刺耳的铃声打破了以往的宁静 我看了一眼 是弟弟所在医院的来电 你好 是林一先生吗 本院来电是因为有位自称 林帆亲戚的女士想要办理转院 需要跟您确认情况是否属实 我愣了一秒 我哪有家属 适合绵绵吗 她要帮弟弟转院 怎么会不经过我的同意 电光伙食之间 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那个女士的名字是柳如烟吗 我没有同意 坚决不能让柳如烟带走林帆 那个医生似乎被吓了一跳 我听到她很大声地 在和对面的人喊话 让他们阻止柳如烟的行动 我心急如焚 扔下一句我马上到 挂掉电话 飞速开车赶往医院 路上 我在心里不断咒骂着自己和柳如烟 早知道柳如烟就是个 不折不扣的疯婆子 我居然没有对她提防 任由弟弟暴露在对方面前 如果她因为我的事 对弟弟动手怎么办 我不断踩下油门 快点 赶紧到达 我硬是把20分钟的路程 缩短到了10分钟 停车后 我一阵狂奔 跑到弟弟的病房 眼前一幕令我心跳加速 柳如烟正弯着腰 在弟弟身前做着什么动作 不许动我弟弟 那一刻 我无法思考 全身的力气都用来冲到床边 狠狠推开柳如烟 我红着眼咆哮 柳如烟 你这个疯婆娘 你在干什么 柳如烟跌坐在地 表情十分的委屈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听说弟弟在这里 想着柳家的私人医生的资历 应该比这里的要好 想帮你把弟弟接回家中 精心治疗而已 我完全不信她的这套说辞 如果柳如烟想做好人好事 从一开始她就可以做到 不用在我已经离开柳家之后 心心作态 她的举动在我看来 只有极尽的虚伪与做作 我皱着眉 站在病床与柳如烟之间 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弟弟在这里的治疗我很满意 不需要你多此一举 再骚扰她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说完 我指着门 请你离开 柳如烟跪在地上 十分卑微地冲我哀求着 求求你 灵异 相信我一次可以吗 我真的是好心 从没想过用这种方式 害你弟弟啊 如果半年前 有人告诉我柳如烟会对我放低姿态 哭着求我原谅 我打死都不会相信 柳如烟连滚带爬地挪到我脚边 用力抱紧我的裤腿 灵异 从你离开我身边开始 我的生活就过得一团糟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我离开你根本活不下去 你放心 我已经知道错了 父亲也把当年的实情都告诉了我 你想怎么做都行 我可以把整个柳家给你 他泪流满面 双手颤抖 异常可怜 如果是刚毕业的那个我 听到他的话 估计会以为自己遇到了天使 但现在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想笑 我冷冷地开口 从协议完成的那天起 我和柳家就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有一万种方法让你过上悲惨的人生 可念及柳家对我的恩惠 我没有动手 可你多次用这种胡搅蛮缠的方式骚扰我 甚至想用我弟弟胁迫我就犯 你的种种举动 让我觉得非常恶心 我低头俯视着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富家千金 此时此刻 我好像是把握着他命门的神 我痴笑一声 你不过是一个凶大无脑 自以为是的女人 我为什么会对你有感情 难道你被那些垃圾的话洗脑 觉得我是你的舔狗 我一脚踹开柳如烟 我对你们柳家 对你 已经人之一尽 而你最应该感谢的是 你有一个能为你呼风唤雨的好爸爸 让你动动嘴皮子 就有人为你的愚蠢买单 我疯狂咆哮着 如果不是抑制着自己的恨意 我真想冲上去掐住柳如烟的脖子 就这样杀了他 我冷冷地看着他 好好享受你最后的董事长时光吧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你已经让集团损失了几千万 再过不久 柳夫应该就会代替你重新掌管公司了吧 说完这番话 我不再理会柳如烟 转身温柔地看向弟弟 弟弟 你放心 哥哥一定会帮你找到能救你的人 柳如烟被我的言论刺激到发疯 他冲过来揪住我 就在这时 门口闯入一群警察 将柳如烟拖走 为确保安全 在来的路上 我已经报警 随着柳如烟离开 一切终于重归平静 十一 在和绵绵的帮助下 我给弟弟转了院 以和绵绵的能力 帮弟弟找一个更专业 更私密的地方 接受治疗完全不成问题 我不能让弟弟继续待在这里 毕竟 没人能知道柳如烟到底在想什么 下次他在动手时 我还能不能像这次这样 带着弟弟全身而退 和绵绵得知这件事的始末后 吓得直拍胸 埋怨我居然不第一时间通知他 让他一起来帮忙 我向他保证 下次无论什么事 都会让他参与 事情落下帷幕后不久 柳如烟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那孩子做事鲁莽 惊到你了 我替他道个歉 柳如烟听起来有些无奈 当着长辈的面 我也不敢大放厥词 只是淡淡的回应 希望以后他永远离开我的世界 柳富没有答应我的要求 反而话锋一转 开始探讨商业运营 柳氏集团前段时间 针对你公司的决策 我会尽数撤回 以后我会重新担任董事长 希望我们两家能有长足的合作 柳富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但我明白 他这通电话是在示弱 如您所愿 我清楚地意识到 从今天开始 我和柳如烟的生活将在无瓜葛 挂断电话 我向何绵绵转述了电话里发生的一切 何绵绵若有所思地问道 柳如烟是柳家独女 这下她会有什么未来 我摇了摇头 估计很快就会有人上门提亲 那之后不久 我和何绵绵告白 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的灵魂契合 冥冥之中互相吸引 偶然一次聚会 我得治疗柳如烟的现状 她回归游手好闲的大小姐生活后 继续跑到酒吧鬼混 这次 没有我的把关 她识人不清 被骗财骗色 短短几个月 已经传出很多风流运势 那些门当户队的名门公子 嫌弃柳如烟是个破邪 只愿意跟她玩玩 不小心害柳如烟意外怀孕后 竭力否认认识过她 听到这些 我只觉得可悲 不过那不是我该操心的事 这是我和和绵绵在一起的第三年 很罕见天上飘起雪花 和绵绵鼻头冻得通红 她的小手揣进我兜里 小鹿般的眼睛眨呀眨 分外可爱 我松开她的手 跑了几步 单膝跪地 身后大楼的电子屏幕上 配合地出现了一行大字 Will you marry me 我大声喊着和绵绵的名字 同时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 里面呈着一枚巨大的钻戒 和绵绵 你愿意嫁给我吗 和绵绵捂着嘴 眼泪不停地掉落 她点点头 我愿意 筹备婚礼的时候 我又接到一通 来自柳妇的电话 林毅 你愿意娶如烟为妻吗 我可以把柳家 所有的资产都给你 只要你和如烟好好生活 我这才得知 柳如烟未婚先孕 南方仗着自己是生父 企图胁迫柳妇交出股权 可杀伐决断了一辈子的柳妇 又岂能如她所愿 当机立断 送柳如烟去流产 可柳如烟的身体状况很差 一次小小的手术 却让她终身不孕 这件事 豪门人人都当笑话去讲 自那以后 柳如烟的婚事更是无人问津 我冷冷回绝 柳老爷子 我有自己满意的对象 也不在乎你家的钱财 在柳家的日子 每一分都很难熬 我绝不会再次回去 挂了电话 我专心投入婚礼策划中去 结婚当天 和绵绵身穿一身白裙 美得不可方物 她在圣洁的阳光中向我走来 眼神中 带着幸福与期望 我知道 纵使前路漫漫 有很多困难 需要我们共同克服 但我们终归会一步步 走到幸福的彼岸 全文完